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IPv6的使用和测试 为什么不是教大家设置呢 因为这个固件默认就是开启IPv6的 现在我登录路由器来演示一下 你们收到手应该是7月3日的固件 所以我就用这个固件来做演示 默认状态是有IPv4和IPv6的 但是如果你想通过IPv6 外网访问的话必须要是路由器拨号 如果是光猫拨号 也就是路由器DHCP上网方式 那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现在设置一下路由器拨号 路由器拨号 如果你本来是光猫拨号 要改成路由器拨号 要联系电信运营商 然后设置WAN口 点击修改 把协议改为PPPoE 输入宽带的账号和密码 这个账号密码可以在老路由器里面获取 或者直接打宽带客服电话 找人工问 拨号成功之后 直接获取了两个地址 IPv4和IPv6 我们去首页看一下状态 IPv6WAN的状态 是有一个2401开头的IPv6地址 这个地址基本上都是公网的 所以直接就可以用了 我先看一下我电脑有没有拿到IPv6 还没拿到 我断开网络 重连一下试一下 这个可能显示不全 不管了我直接测试吧 IPv6的测试网站是 TEST 横线 然后IPv6 英文状态的横线 IPv6.com 10项测试完全通过 测试项目也完全通过 IPv6这个东西 如果你测试不通过 也不用纠结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干嘛的 就说明这个东西跟你没关系 对理来说没任何用处 目前的状态是IPv6 现状是确实没什么用 极少数网站支持 而且支持IPv6的网站 也就是首页支持 你点到内部 依然是打不开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般的设置教程 就是如果你刷了其他的固件 在IPv6测试不通的情况下 首先我们先检查这个 DHCP 高级设置 把这个禁止IPv6 禁止IPv6DS记录 这个去掉 这个勾去掉 然后在接口里面 修改1 高级设置 这个内置IPv6管理 这个可能也有影响 用把这个勾去掉 建容性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修改LAN LAN口IPv6的分配长度 一般就60 64 默认的就好了 然后这个IPv6后缀 就是两个英文的冒号 加个1 然后这个IPv6 这个勾也可以去掉 去掉就兼容性好一点 去不去影响不大 如果你不成功的话 你就去掉试试看 然后下面 路由通告服务 一般 一般他默认的就可以了 我的状态下面其实可以关掉 DHCP服务和这个都可以关掉 然后下面这个打开 就是路由器拨号的状态 这种状态 金融性可能会 这种状态可能适合我现在的方式 如果你的路由器不是主路由 上面还有一个路由器 IPv6可以启用这个中继模式 就是让再上一层路由器给它分配好IP 我这个是主路由 直接黏光猫的主路由 所以这个直接这样设置 默认状态就可以了 这个设置是 你如果IPv6不成功 或者是其他固件 一直不成功的情况下 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设置一下 然后再去首页看一下 再把WiFi断开充电 可能苹果系统在这个页面是看不到IPv6地址的 我们再通过这个地址 就是IPv6 testIPv6.com测试一下 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 全部测试通过 全部测试通过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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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